使用一隻刀子 然後在檸檬上面挖一個圓形的洞 然後把蓋子取出來 第二步就是把檸檬的果肉挖出來 這是挖出來的就是果肉都挖出來 第三步把膜跟紙稍微壓一下 這個是必要的 步驟是把檸檬汁倒進紅烏龍茶裡面 倒進紅烏龍茶裡面以後 用手跟茶攪拌 然後再來就可以把紅烏龍茶塞進檸檬裡面 最後把繩子放起來 這是第一個部分已經完成了 再來我把它放進去蒸籠裡面 完成之後要先蒸過 然後再放入烤箱 這樣就完成 然後就可以...這就是成品 這是成品 然後就可以把繩子用開 這樣敲完之後就可以跟檸檬皮一起泡 浸泡五至六分鐘之後 這個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這就是天狼的檸檬紅烏龍茶 然後生菁止渴,輕喉潤沸 好好的 最后再放進去蒸籠 好的 再放進去蒸籠